大家好 我们接着昨天这个直播的内容 接着来讲一讲关于环保方面 下面的外交国际形势的一个变化 那么这个变化昨天看的时候其实还是比较模糊的 但是今天结合一篇Science的文章看 我觉得是更加清晰了一些 首先来说一下这篇文章在外交上面 中国是否应该使用拜登还没指正的任期 当作一个窗口器要有所作为 那么首先非常重要的是这段话 中国最近偶尔出现的自信的外交辞令 叫做Wolf Warrior 也就是我们说的战狼Diploma 他们叫战狼外交 我国的发言人是就这个问题已经两次回复说 没有什么战狼的 但是你们如果咄咄逼人的话 我们也要吃到反击 这个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理论上来说你要先打我一拳 按照美国的角度来说 那我肯定打工代价 我自卫了 对吧 你是自杀 但是我们这边同等制裁 就是你只要是个人 还手 我还是同等级别的 你到底有什么屁话好说 但是我们看下面说什么 这个绿字圈出来叫 Aggressive Proactive And High Profile 攻击性的 或者说强硬的 主动的 而且High Profile 就是高姿态的 高姿态这个叫Tactics 战术或者叫战略 那么什么意思呢 你意思说我们以前的外交是软弱的 被动的和低姿态的吗 也并不是 从来都是制裁都是对等的 没有说你制裁 我们就喊得缩了 跟日本一样 日本都没缩 这本书 这本书很多朋友想接着看续集的 然后之前我不是说内容可能不过什么 那么正好因为这个评选的问题 大家可以去投票什么东西 B站的工作人员跟我正好聊了一下这个东西 认为是要注意一下就可以通过 那么之后我们可能会接着讲这本书 这本书非常有趣 这本书里面说什么呢 安倍政府的时候 每年美国去日本驻军 日本要给美国20亿的军费 董王说不行 你要给80亿 给的借口是什么呢 日本是一个富裕的国家 经济状况比美国要好 所以日本一定要帮帮美国 Please 董王跟安倍说的 Please 请你帮帮我 那么类似这种东西呢 还有 不光是军购 在航母成员的训练上 日本不是要军演吗 军演 美国说我只过来驻军 你要我跟你一起军演 那是我来教你 我来教你航母上的人员 到底怎么样的整合协作 每一个人分工都不同 穿着不一样颜色的衣服的 这么小一个甲板 你要想这么多的人在上面 有战斗力是很难的 我来教你 我当教练 那是我帮你打工 董王说 I work for you 所以也要给钱 美国的日本的外交态度 是比较强硬的 不容置疑的 但是实际上 他们在商量问题的时候 美国的姿态 又是摆得很低的 对于正常大家外交关系的 政府跟政府之间 所谓的低姿态和高姿态 本来就是带有非常强的 主观情感色彩 就是根据美国的外交 只能你高姿态 我低姿态 只能你骂我 我不能还嘴 只能你制裁我 我得挨着 日本都不这样 实际上干的事情是 懂王军求安倍 你们富裕 所以你要给我钱 好 那么外交任务 这是否意味着 中国的外交政策 从低姿态 到一种新的自信水平了 认为这个是重大转变 我实在没什么好说的 我们的外交从来都是 我不行的时候 我也没有背空屈膝 无论是软一体 经济问题 教育问题 环保问题 卫生问题 还是硬一体 国家主权问题 精神问题 领土问题 秉持的一项都是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和平共识五项原则 那么区分的这个度 很明显不是姿态问题 中国在面临 他国挑衅的时候 你的反击力度 是高是低 这样的一个尺度 拿捏的问题了 应当来说 在国际的外交史上 我国的反击力度 都是极度克制的 美国当年扬言要 陈兵压禄江 他做了两套战略准备 要是我们固所的话 他连扔核弹的战略准备都做了 另外一个 就是不是推压禄江 是推到山海关 推到山海关的话 他的飞机 基本上我们东边的 银海城市 还是西部的 内陆的那些 作为军工的 后备力量的一些地方 都在美国空军的掌控之下 想站哪站哪 所以在历史上 一贯就是非常克制的 外交风格 我简单说 就是一句话 严以律集 宽以待人 这样的外交风格 最后你给我来一句 这是战狼外交 这是咄咄逼人 或者说有攻击性的 主动 高姿态的 这句话真的用来形容美国 这句话真的用来形容美国 用我们有航母的 国防部 吴谦大校说的一句话 中国就算是有了自己的航母 大家应该也没有什么可吃惊的吧 中国的外交风格 就算是从中庸走向更加自信 我也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好惊讶的 更不要说的下面说的这句 假如中国不重新回到第一姿态的话 有一件事是明确的 这无助于弥合中美分歧 并且为那些散布虚假中国威胁论的人 留下了回旋余地 首先肯定一点 这个作者点名了 中国威胁论是虚假的 这是个定性问题 但是问题在于 中国低姿态与高姿态 有助于中美分歧吗 这两个有必然关系吗 中美的分歧 弥合与否是中国的外交态度 能决定的吗 所以这种话说明了两点 第一点 美国人对中国的外交变得更自信 能够同样反制 是反感的 是不舒服的 是不能接受的 第二 中国外交上提出的同等制裁 美国是吃疼的 不是没有用 你不然换一个什么国家 美国就制裁钢比亚 钢比亚肯定 钢比亚也说 钢比亚不但说 我等量制裁 我制裁的比你美国还狠 他不是500个金日猛是 荡评欧洲吗 但是你觉得美国人 他会写篇文章说 这是钢比亚 这个战狼外交 钢比亚高姿态 独独逼人积极主动的战术 会吗 不会的 因为没有用 很多观众跟我说 我说的那个量子霸权 英文是 supremacy 对吧 他这个词本身是霸权的意思 但是也可以说是优势 所以很多人翻译的时候 国内的媒体翻译成优势 但是为什么 问我为什么用霸权 大哥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要是印度搞出来了这个 就算是有个印度人会中文 他说我们这是印度量子霸权 那我也说 这是印度的量子优势 但是这个东西是美国搞出来的 他美国人再怎么跟你说 这是量子优势 他也得是量子霸权 从这两点上 我们隐身得到的这些技术 美国认为 中国更自信的外交 他们是不能适应的 不能接受的 要用这种方式来抨击 那说明做对了 如果做的不对 没有打到点 没有打疼 美国不介意的话 那他肯定是继续他的制裁 发的就是什么 乱七八糟什么 人差问题了 对吧 那肯定就不是这套说辞了 第二 等量制裁美国 能打疼美国了 除了中国 就是欧洲 就是欧盟 但是欧盟不是没有尝试过 要靠美国 没有用 没有用 就信息安全问题 欧盟已经 欧盟委员会已经骂了美国两次了 但是你有本事制裁美国 你制裁 没有用 但是这个冯德莱恩 他这两天开会 跟默克尔 他没有开到会 说进一步收紧 关于这个信息安全的政策 你收紧有什么用 你技术白在那边 默克尔他们之前就这个手机被窃听的问题 就骂奥巴马 奥巴马说了一堆乱七八糟 有的没的话 默克尔他们就回家自己搞 欧盟内部自己搞了一个 宣布我们互相之间不窃听 那美国没参加 那你想说没什么呢 我们互相之间不窃听 但是美国没参加 监听你的人 依旧监听你 你自己在这边搞一个 我们互相别监听 除非你的技术高过他了 你监听他 或者你的技术高到 他不能监听你 否则他肯定要监听的 盟友都监听的 所以昨天晚上 我跟很多白祖开会 他们就这个问题 认为中国人普遍的国际关系 国家政策也 很多都是从现实主义出发 realism 他们就认为 中国人在这方面的 学术多样性 没有一个良好的体现 凭什么这么多的人 就没有那种建构主义的 就是相信什么民主价值的 我一想哪没有工资 多的是人家贵着站不起来的 就一直认为 中国的经济发展 全是靠美国的恩赐 能进WTO 所以我们才能富起来 中国的基础建设 没有苏联和日本的帮忙 那根本就是建不起来 我们现在的文化产业能发展 很大程度上是抄袭了韩国 我都把自己都受不了 韩国在亚洲经济危机之后 不是因为日本被美国整了 然后他整个国家做产业导向 去直接就急刹车转向 转到第三产业 搞文化产业去了 要搞文化产业 搞全球入侵 对我们搞什么寒流 也对日本搞寒流 但是日本他自己也搞起来 这日本那一套 所以他不是很成功 对我们来说是很成功的 还对美国 倾销他这种寒流文化 跟美国走得很近 所以之前有那个 不知道什么什么团 还在说什么 哎呀跟美国关系好 什么说了一些批话 这个抗美援朝之类的事情 他是这么来的 说我们现在城市文化产业方面的转型 比较有名的例子 现在西安在搞一个电竞城市 是抄韩国的 上海在搞女团 是朝日本的 我说哎呀这种例子多的是 但是到底中国能有今天的地位 靠的是不是外援 我们心里没点数吗 什么时候外援有用了 什么时候外援都是没有的 下面说到了一点 说拜登上来之后 肯定要加回董王退的那些群 因为拜登之前呢 就董王的很多行为 包括退巴黎协定 这个WHO之类的东西 是做出了非常严苛的批评 用了两个词很重 第一个叫reckless 就是鲁莽的 第二个叫disastrous 灾难性的 但是说你要说他真上线 家群可能会家群 但是他是否能回到 奥巴马那个时代的那样的 政策力度呢 我还是持一个保守态度 特别是在贸易方面 之前我跟大家已经讲过了 你是美国人 你是即将上任这个布林肯 国务卿 在这边董王的这个贸易战 打的是愚蠢的也好 reckless 叫鲁莽也好 他是不是对美国有利 是对美国有利 那你直接把它取消了 那实际上你这个筹码 你没有换到你应得的利益啊 所以站在美国人的外交角度 最大化的利益应该就是 明正我谴责 董王干这些事情 但是我自己上去呢 我不把这个 我说是最大恶极的东西改回来 我拿这个当筹码 问中国要更多的利好 这是美国人 如果站在他们角度应该干的 但是如果他们真的崇尚 所谓民主价值 或者说什么 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协作 那他们应不应该取消 肯定应该取消 但是你们觉得这个可能吗 谁不知道 美国是嘴上说着 我们相信民主价值 干了些什么乱七八糟事 大家心里都有数 很恶心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美国人自己也认为 毕竟共和党可能还是参院多数 所以拜登的反案 共和党只要认为不过的 那你就是过了也是违宪 大家懂我意思吧 肯定是胶着的 那么拜登想插一脚 阿赛应该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阿赛在很多方面 是不符合TPP 是他的协议程度 是低于TPP和CPTPP的 而TPP呢 因为美国国内的原因 之前已经讲过了 我不认为拜登他可能会 因为他现在连说都没说 提都没提 估计不敢提 这么多投董王的人 只是因为不喜欢董王这个人 才投给他 他们也是受到 这个叫hyper globalization 超全球化的 为其所害的 所以他肯定不会紧 CPTPP 这个文在银啊 什么都在说 我们也在说 有可能会参加 那中日韩之间 就更多进一步 加大协作 这是个大好事 虽然明面上说 他会重回国际组织 但是你到底回多少 怎么个回法 完全就是空头支票 没有人知道 但很显然 董王是准备 在那现任之前 给拜登留下足够多的宝贝 给你们留点惊喜 那么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欧盟昨晚开了个会 然后欧盟的主席 冯德莱恩 加上德国的默克尔 和法国的马克龙 很明显是吵了架 但是最后吵出来的结果 是进一步推进了 他们对于环保的高要求 本来是说好的 2030年相对于1990年 他们的碳排放要降40% 结果昨天吵架 吵出来要降55% 在这个问题上 我其实 因为再怎么样 欧盟是全世界上面 推行环保线的 力度最大的一个 区域间政府间联盟 但是他再加15% 这个到底是为了 所谓的民主价值 还是为了利己主义的来说 因为他们的产业定位 发生了改变 认为就是竞争制造业 你肯定是竞争不过的 而且我们这个人 人口跟别的地方 发展的前景 你肯定不能在这种 劳动密集型产业上面 你把希望放在这个 压往压在这个 肯定不现实 那么利用现有的 制造业领先优势 那些比较精密的 附加值比较高的 他们准备转向 转向到这个 可持续发展 绿色经济 而且这个政治正确 对吧 政治正确 而且符合 他们这个产业结构 他们资源优化配契 这是他们未来的 一个走向 那么这个很明显 我们也应该去分离北更 就像美国说的 他去交发展中国家 怎么来评估 你们这个环保做的好不好 我们自己也有这个本事 我们为什么不去交 我们为什么不去交 这东西应该全国推广 到底中国现在我们重数 但之前那个 建桥 不是建桥 BBC报的那篇文章 对吧 这写的很好 看到我们那个广西 云南 加上那个哪里 东北种的树林 之前都是被低估了 对吧 那这个东西应该全国推广 底下印度环保一塌糊涂 推广到印度去 印度附近的国家 孟加拉国 巴基斯坦 缅甸老挝 越南柬埔寨 全都推行 大家有了数据才能说话 原来你印度老小子 一直在偷牌 偷牌偷到老子这边 要许死 是吧 这才能说话 没数据 你没法讲话的呀 那么我认为我们国家 也应该基地主动 把这个科技方面的创新 普遍给东亚的这些国家 也包括南亚地区 这样对印度的环保方面 有一个良好的督促 督促 帮助它提高 帮助它提高 那么另外一方面 非常重要的是 今年的Science杂志出了一篇文章 说到底应该怎么来协调 所探汇的价格问题 这是典型的 怎么说呢 这是一个很宏观 也很政治正确的话题 但是实际上是被白人所掌控的 这样的一个类似国联的政府间组织 真正被左右的这些小国没有发展权的 什么意思 就像昨天不是说的 美国说我准备给钱给发展中国家 你们这什么产业都不要干了 你们就帮我们把这些树照顾好就行了 那这个东西其实很大程度上会干扰国家的主权 所以另外一个方案呢 是国际间组织 大家成立一个什么 种树组织啊 随便随便说的 种树组织 这个重树组织呢以某种比例给每个国家分配碳汇 也就是说你这个国家能够合法的和国际法的排放温室气体的总量 那你现在小国你排不出来那么多 大国需要排更多怎么办 大国问你买 买它可以在本国排放温室气体的量 现在提出的标准是在2030年是每吨二元化碳56美元 大家注意啊 另外一个数字是拜登啊 他现在提出的所谓叫他上任之后认为应该对美国本土的工厂加碳税 每吨是40美元 那么这个提案呢还没提出来 已经麦康奈尔啊 共和党的党魁说了 根本想都不要想过 因为他们共和党都是搞能源的嘛 这个都说过了 所以存在这样一个争论问题 而且另外一个 谁来定谁碳汇多谁碳汇少 每个国家事实上的碳汇排放多少 这其实是一个国家机密啊 他明的告诉你那些你可以算 对吧 但他没告诉你那些 如果就碳汇 你来算的话 你算不对 我来告诉你 这不得于泄密了吗 但是意图是好的 相当于发明出来这样一个概念 变相的帮助和援助了 应该说是经济上补偿了 这些种树不去发展工业的国家 他们的生活水平 那么是一个属于转移支付的话题 但是这个问题到底能不能实行是一个 有可能他明天就解决了 大家如果敲定的话 有可能他这一辈子也解决不了 都有这个问题 2009年的时候 联合国就是问题 已经开过会了 联合国就是问题 吵了不知道多少架 一天到晚吵架 这个什么京都一定书的时候 京都一定书就是 大家的责任都一样的 后来大家全都拍桌子 我发展中国家 我毛都没有的 我减排方案跟你发达国家一样 我不发展了 你是发展完 你本来就要减排的 我是刚要发展 我的没排的我要减排了 我发展个屁 没有区分对待 那么巴黎协定是说 你自己给自己定目标 好吧 有区分的 但是大家都要减排 这说的算人话了 所以说每个国家 都给自己定了目标 但实行不实行 你看自己好吧 反正出于一个 对子孙后代的 极端利己主义思想来看 你看还是现实主义 那么每个国家 或多或少 政府也会想 我也要给我子孙留点 我总要减排一些的 超排的那些 总归是有所限制 当然你去公海什么 美国还是到公海乱排去 这个也是存在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之前所有国家 2009年得出的结论是 它到2020年 也就是今年 应该要达到 每年给世界的 发展中国家 提供1000亿的资金 供他们去做 各种的资源整合 和减排 但是实际上 给了多少 实际上从2009年 到2019年 就要去年 全世界总共提供了 不到880亿美元 本来是 这应该是一年的量 现在提供了10年 连一年的量都不够 而且 董还退群了 董还退群了 把这个绿色发展资金 他美国要给的20亿 还撤了 那么这样一个发展困境 本来说是绿色资金 你要是每个国家遵循的话 那现在也没有问题了 你这国家都没有遵循 所以我们大家要搞出 一个碳汇的模型来 那么 这个碳汇重要在哪里 昨天直播大家说的 他不大家提出要给中国人 每年190亿 190亿 如果按照每年给1000亿 这个水平来换的话 给我们可能还要给的多 大家可以理解吧 我们排的多 那么我们减也多 但是赛斯在这个问题上 又说了一句话 说东亚的国家 普遍是节能减排的成本高 效果也好 非洲和拉美国家 普遍是减排成本高 效果还不好 沙特之类的这些国家 它的能源非常的密集 它靠这个活的 你把这个给它削了 它还要找别的能源代替 它那又没有别的能源 还得去别的地方买 反而更贵了 适得其反 那中国呢 我个人比较乐观 在这个问题上 我认为我们的总体排放 已经过了这个最高点 本来趋势就是要往下降 这时候你再给它推一把 那么哗啦往下降了 但是我们体量大 所以投入肯定高 赛斯讲了这句话 已经算是非常公道 没有讲的一句话是 谁愿意推这一把 谁愿意推 没人推 没人想推 也没人敢推 中国在国际制造业 商品贸易的舞台 是一个什么角色 是一个什么角色 除了我们中国人 希望自己推自己一把 更进一步 别的跟美国穿一条裤子 巴不得你反重力 呜 又开道车回去了 道义上又可以骂你不环保 事实上又可以骂你啊 你这个竞争力又下降 想怎么骂你 怎么骂你 国力衰弱了 事实上在未来 这个环保是一个大趋势啊 关于环保的各种科技创新产业 这东西 应该是百花齐放的 那么它背后隐含的 应该是科技创新的一个 supremacy 又提到这个词了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 美国在这方面 并没有所谓的霸权 欧洲是有的 欧洲是有的 但是欧洲体量小 它能不能把这个变成钱 是很大的问题 它环保只是为了环保 我们直播说的 你欧洲拼了命的减排 亚马逊一片火海 没有用的 一点用都没有的 在澳大利亚的山火 没有人去管 欧洲国家也好 跟美国穿一条裤子 对中国这个问题是 不敢推 也不想推 美国会不会来推啊 它做事说的190亿 是推动中国 继续种更多的数码 是推动中国环保吗 不是 所以问题在什么 它推动的是我们干嘛 不要去吃野味 环保它不愿意跟你动 因为是对你有优势的 这说明什么 我们应该更注重环保方面的创新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对于小国来说 美国的表示是非常明确的100亿 你们什么东西都不要干 你们就种树 对于他们来说是什么 他还没开始 他刚刚要往上 哎 压回去了 对 他事实上是扼杀了 他们可能会发展的可能 也是减少了这些排放 我们不说环保的问题 我就问一个问题 他们如果没有这些工业啊 是减少了排放 但是他们的工业产品 问谁买 问美国 买得起 大家或许第一反应是我国 对吧 你又环保了 中国的贸易又赚了 双赢啊 中国赢两次 但是事实上忽略了一个事实 就是我们国家很多的低端制造 也特别是纺织艺人行业 正在大量的向东南亚转移 我们的人力成本逐年升高 升得比很多这个东南亚国家要高了 那么你别管问东盟买 问中国买 问拉丁美洲买 反正不是从美国的传统势力圈去买 那对中国就是一件好事 但是还有一个选择 我也觉得问题 美国说给钱给的是数字 他是不是用货币的方式去给呢 很显然我认为是不会的 如果是通过产业补贴啊 之类的东西的话 那这个跟主权就可能很大的关系叠上了 他是否希望绕过 以碳汇购买的这种直接的经济补贴的形式 而通过所谓产业补贴啊 什么所谓的机构援助啊 这种奇奇怪怪可能会涉及 什么美国人要到那边去 然后干些 或者说我更说的恶心一点 他说我这个是军费补贴 我到你这儿来免费助军 行不行啊 这东西啊 你觉得都做不出来吗 当然我这可能有眼影谋论 环保这个问题 它本来是一个软一题 但是在新冠之后 明着大家都打的这个旗号 但实际上各自的算盘 打得听当响 开始了 这出好戏的大舞将栩栩拉开 和以往不同 我们国家这一次的开局 还真的不错